今天比昨天我感觉更刺激一点呢 今天比较主动 就抱上去的时候 今天看得开心吗 开心 佟姐表现得好吗 佟姐 卡姐 然后我们今天MC就是抱卡姐的料 等一下 阿阳还没自我介绍 哈喽大家好 我是库库明 请大家跟我一起说 库库 大家好 我是雪洋一种 感谢大家来看 罢卡的毕业公演 耶 在那 雪洋一种 谢谢 谢谢 雪洋一种 谢谢 雪洋一种 谢谢 然后关于料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就不得不问一下林淑琴了 怎么 怎么了 我很有料吗 是 因为林淑琴的手里不管是谁都有很多料 对 然后那个时候还要挟我们 就是给他 他说给我们 他说他在Facebook上面看到很多 然后完了 让我们花20块钱去买 对 还要包月的那种 但是实际上这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对 是吗 是你自己编的 就是为了想要这20块钱是吗 对啊 就一人给我20块钱的话 就可以当富婆了 对 然后你们就没有什么料吗 说实话吧 我 卡姐的料 我觉得卡姐没什么料 但是卡姐吧 她就是 就是有的点比较怪异 你知道吗 就是刚才我们在台下 她跟我说 我们说 她说 她其实有个愿望 就是啃老 但是这个愿望 没办法实现了 所以她还是靠自己 我就说 那你努力让你的孩子啃你的脑 她说不行 我的孩子一定不能过得比我好 对 心狠手辣的女人啊 这就是女人 姐妹们 确实 然后她说她以后什么 以后 不是 她说她有个愿望 梦想是当酒店的服务员 那种 她梦想还 日本酒店的服务员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 因为不用穿鞋 对 她说 她说她喜欢当那种 就是不用穿鞋的那种酒店服务员 我也不知道她是脚汗多 还是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永远过 确实 然后平常 平常看到她的话 她就是 她比如说林淑琴 淑琴 就这样子 然后就是捏捏你的脸 这样子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怪癖 对 她就是 而且很主动找发了一个 爽 你看你丰富的胶元 原蛋白 就这个样子 说我脸大可以直说 确实 没有没有没有 对 然后她 就是我们去 就是 她第一场 毕业公演之前 那天晚上 不是我们又来过了一回 过了一回 那个舞吗 然后她一过来 嗯 过爽 你好好可爱 然后开始 软我的脸 软 然后完了之后 她就说 我 嗯 嗯 哎 这个感觉有点像夸我 才都不喜欢了 说呀你说呀 哎呦 你真的不行呢 然后我有点害羞 你知道吗 然后她就说 嗯 我觉得你好可爱 看起来 嗯 心情也会好 她说 就是喜欢看我 笑 哎呀 还就 对对对 叫她 她自己不愿意说 一下全说完了 哎呀 你不是让我说的呀 对 还有平常对宋雨珊 也是这样子 雨珊 雨珊 这样摸头 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宋雨珊就很冷漠 这样 哈哈 然后她继续 雨珊 今天怎么怎么 然后自己讲很多 然后宋雨珊 嗯 对 宋雨珊就是很冷漠的一个女人 就很搞笑 对 她就说她给我们推荐了日本的酒店 是吧 对对 就是在京都什么 可以划船 就是划船进去那个酒店 然后她说 林书勤可以在那住一个月 当时她说的时候 她就直接撇开了你就 林书勤我觉得你可以 怎么啦 我穷得我有志气 我 算了 我又想到一个发卡很可爱的点 就是像那种漫画里面的女生 就是 就是比如说她 她喜欢拿个东西当她的本体 她总 她之前 就是刚出道的时候 不是说她 那个白发卡是她的粉 本体吗 然后 本来我说 然后呢 我 我那个 橘色奇迹 首演 然后我不是连续带了两天的那个星星吗 就这边别的那个星星 她有一天就过来走过来说 嗯 你你你你 你这是学的自己吧 哈哈哈 这是吧 你干嘛 不要抢戏好不好 嗯 她说 哎 嗯 你 哈哈哈哈 这 她哪有 嗯 这去掉 去掉 去掉 从直播中断一下 从第二步开始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嗯 嗯 嗯 你这个星星 是你的本体吗 然后我说 本体什么玩意儿 然后 我说 不是 它就是一个装饰的 然后他就说 哦 就像那个什么 嗯 我的本体是白发卡 你的本体就是这个星星 然后 不拉不拉不拉 对 反正 然后就觉得特别可爱 然后我 她语速特别快 我也没听懂她说啥 但是 我看她那个纯真的脸 我就想象不到 她是一姐 就有点像那种 坐在我 那种小学的时候 坐在我隔壁后桌 就是 画很多的那种女生 但是很可爱 对 她真的很可爱 因为有一次不是 我说跟她一起去KTV吗 然后那一次顺便 我们出去吃了个饭 呃 虽然是帕卡给的钱了 然后 哎呀 好意思 然后 哎呦 不AA 我本来想A的 她说没事 我请你 我说那好吧 女员说的话 有便宜不债王八蛋 你知道吗 王八蛋 哎呀呀呀呀 这个不是那个啥 然后完了之后 在路上的时候走路 然后她就一直踩井盖 我说不能踩井盖 因为会倒霉的 她说哦 然后就一直 就像岔开走井盖 然后我就觉得 她就是很可爱 很真诚的一个小孩子 对 我也觉得 我仿佛听到 她在后面说话了 她可能全都听完了 对 我觉得她可能想 迫不及待的想 出来舞动一番 对 那接下来 请我们欣赏 发卡的精彩表演吧 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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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